男人被塞到行李箱中 女人轻轻踹了两脚 金币就哗哗的往外冒 原来只要身体疼痛 他就能吐出纯银金币 为了得到金币 他们用老虎钳拔掉男人的牙齿 用老鼠夹夹手指 把箱子拉到楼梯口 用力一踹 箱子滚下来后 吐出了大量金币 可这还不够 甚至用220伏的高压垫 垫男人 紧人转的盆满钵满 就在昨天 小帅在机场等行李时 突然传送带卡住了 他急忙去喊空姐 没想到行李箱自己飞了出来 他没有多想 拉着箱子离开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箱子还在传送带上 可刚到家 行李箱中就传出了求救声 把他吓了一跳 来到行李箱前 慢慢拉开拉链 刚打开箱子 窝了个乖乖 箱子里竟然装着个一米九的男人 他让小帅帮忙 把头转过来喘口气 小帅慢慢走过去 右手在光头上一用力 脑袋就掰了过来 男人说他得罪了神秘组织 才变成这样 小帅握住四十码大脚 想将他拽出来 可稍一用力 男人就疼得支挖乱叫 嘴里还吐出一枚金币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里面装的是怪物 吓得他急忙盖上盖子 随后拿着金币来到百货大楼 老板说这是纯金的 很有收藏价值 于是以三百刀的高价买了下来 小帅甭提多高兴了 急忙把这事告诉了好友 可好友根本不信 于是跟着小帅回到家中 可刚打开门 就看到二翠冒了出来 还说小帅是杀人犯 回到屋里 看到箱子里的男人时 两人非常害怕 刚把头凑过去 男人突然一扭头 吓得两人哇哇大叫 二翠说你为什么 把他装到箱子里 说着就要把男人拽出来 可用力一掰 男人又吐出一枚金币 他们不死心 又用力已拽 这次吐出的更多 大壮捡起地上的金币 心中有了个邪恶的想法 他盖上盖子 单手拉着箱子来到楼梯口 用力已踹 箱子就固扔了下去 从里面吐出无数金币 看到这么多金币 大壮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而男人就遭了殃 用老虎钱夹住牙齿 一个个给拔了下来 二翠也不甘落后 用恨天高轻轻踹的箱子 从此之后 金币越来越多 他们换成大把钞票 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皮夹克随便穿 金项链买了99条 为了能轻松点 他们还发明了自动装置 随着疼痛感降低 金币慢慢减少 又换上了220伏的高压电 金币这才哗哗的往外喷 看到被折磨的 不成人形的男人 小帅下不去手了 可大壮说不用担心 还加大了电量 二翠对此非常满意 不过小帅看不下去了 拿起手机就要报警 二翠一把抢过手机 拿起锤子框框两下 手机就报废了 随后又给了小帅一下 下一秒 头上就流出了鲜血 为了钱 两人彻底疯了 吓得小帅转身就跑 刚到楼梯口 二翠就追了上来 举起锤子又要砸 没想到小帅滚下了楼梯 躺到地上一动不动 二翠这才放弃攻击 回到屋后 他们想再弄点金币 然后立马跑路 二翠拿起发电机 刚要启动 这时箱子里的男人说话了 随后眼睛变成红色 这也太诡异了 大壮启动发电机后 男人放声大笑 一个金币都没吐出来 紧接着箱子里冒出一股白眼 从里面钻出一个怪物 这可把两人吓坏了 定睛望去 怪物眨眼间长到十米高 还有尖尖的牙齿 吓得两人哇哇大叫 怪物微微一笑 小手轻轻一挥 地上就多了两个行李箱 两人就被装了进去 画面一转 飞机场出现一排行李箱 而箱子的主人 正是之前的怪物 尽管里面发出阵阵惨叫 可空姐就跟没听见一样 还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故事的最后 小帅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用仅剩的一只眼望去 小黑板上写着 你是个不错的孩子 如果需要帮助 只要想想我 我就会出现 所以坐飞机时 千万不要拿错行李箱 女人的胳膊弯成90度 随后是大腿 定睛望去 整个人被塞到箱子里 就在刚刚 小美在路边看到两个箱子 打开一看 第一个箱子太小了 被她扔到一边 当打开第二个箱子时 终于露出了笑容 把她搬到家里 可刚打开盖子 就发现上面有段指甲 用手一摸 真是太恶心了 往下一看 还有几颗牙齿和一团毛发 拿到嘴边闻了闻 还有一股怪味 她嫌弃的扔了回去 随后一把盖上盖子 去拿吸尘器 可再次转身时 盖子却是开着的 这是什么情况 她没想太多 把里面的脏东西都吸了出来 然后将刚买的衣服 放了进去 还有很大的空间 她盖上盖子后 就离开了 晚上睡觉时 被声音惊醒 急忙坐了起来 发现盖子又先开了 再往门口望去 看到一个白影 她非常害怕 急忙去开灯 可怎么都打不开 又拿起手机 打开手电筒一照 发现什么都没有 她这才长舒一口气 突然听到身后有声音 一扭头 又看见了白影 吓得她一声尖叫 醒了过来 原来那只是一个梦 她感觉不像 梦得坐了起来 看到盖子真的打开了 于是掀开被子 下床查看 当走过去后 发现一切正常 可下一秒 没想到白影就在身后 抓起胳膊 用力一拧 胳膊就折了 随后按到地上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这时她整个人被折成一团 没过多久 两个箱子又出现在大街上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无数金币从书里钻了出来 这可把男孩吓坏了 他急忙合上书 堵住下面 可金币还是哗哗的往外冒 随后在地上转起了圈 不过他也是有原则的 只要看完视频 点赞和关注 你也会裁员滚滚 金币越来越多 没一会儿就盖住大腿 把男孩埋了起来 随着金币越来越多 最后从窗户里喷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早上小帅看书时 突然从书里掉下一枚金币 他看了半天 心想这肯定是别人落在里面的 就没当一回事 当继续读书时 又冒出了两枚 他以为这是恶作剧 把金币扔到一边 可下一秒 金币就哗哗的流了出来 怎么都挡不住 吓得他急忙把书扔掉 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 然后坐在床上 当看书时 竟然也掉出了金币 这也太神奇了吧 当两本书汇合到一起后 又有金币冒了出来 随后从淘宝上下了订单 买了本新书 没想到新书里也有金币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终于找到了财富密码 他不停地下订单 不停地看书 金币就源源不断地冒了出来 他还发现个规律 书越深奥 金币越多 于是买了本时空的秘密 刚打开书 金币就哗哗的往外喷 响指都止不住 每一会儿就铺满了地板 甚至整个屋子都装满了金币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知识就是财富 男人在手机上轻轻一滑 就掉出一枚金币 他能实现任何愿望 无论是满床的脏衣服 还是没洗的盘子 甚至连讨厌的寒假作业 只需扔出一枚金币 通通都能帮你解决掉 不过他是有原则的 只有看完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才能帮你实现愿望 就在刚刚 小帅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说只要点下手机上的金币 就能实现任何愿望 他好奇地试了下 果然跳出一枚金币 然后对准烤箱 把金币扔了进去 下一秒 就变出一盆爆米花 他非常兴奋 对着手机划个不停 金币就哗哗地往外掉 他急忙跑到垃圾桶前 用来接硬币 没过多久 就接了满满一盆 他抱起盆子 来到卧室 看到床上的丧衣服 立马投出金币 衣服就叠得整整齐齐 垃圾太重 他根本扛不动 这可怎么办 突然他灵机一动 掏出一枚金币 扔到袋子上 垃圾就跑到了桶里 泡卖片时 发现牛奶没有了 拿出金币往上一扔 没想到竟然倒出了可乐 于是又扔了一枚 幸好这次没出错 晚上晒太阳时 突然飘来几朵乌云 把阳光遮住了 他掏出金币往上一扔 乌云就飘走了 打开冰箱一看 里面比脸都干净 他把一枚金币放到里面 墨数三个树 打开后 里面就装满了可口可乐 浇花时 发现地上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于是又扔下一枚金币 上面就长满了草 如果你有这样神奇的金币 想许个什么愿望呢 谁来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他实在太辛苦了 每天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逛商场从来不看标签 只要贵得通通搬走 付钱的时候 更是眼睛都不眨 最大的烦恼是钱太多 怎么花都花不完 对他的女孩都排到了北京 可他既不是土豪 又没文化 那钱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就在两天前 小帅和朋友游泳时 几个街溜子 把他们的衣服拿走了 没办法 他们只好在旁边的垃圾箱里 找旧衣服穿 小帅找到一条牛仔裤 就在他买书付款时 才想起来钱也被偷了 可是一掏口袋 竟然掏出一张90元大钞 更神奇的是 他居然又掏出来一张 裤兜明明是空的 却能源源不断掏出钞票 穷掉死瞬间变成有钱人 回去后开始不停的掏钞票 手都磨出泡了 直到铺满全屋 然后用钞票洗澡 有钱之后 他们也不工作了 还开始了疯狂消费 玩具要追新款 零食要最好吃的 手机必须是华为的 晚上不知道吃什么 那就每样来一份吧 回家时 直接买了辆30米的比亚迪 还雇了个专职司机 他们每天这样花钱 差点没把自己累死 路边的女孩看到他们 在后面不要命的追 可钱太多也有烦恼 怎么花都花不完 多得都发霉了 只好打打游戏 来忘记这些烦恼 当老爸回来时 就将玩具藏起来 生怕大壮发现异常 可哪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大壮发现了端倪 并质问他新手机是不是偷的 小帅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直接跑了出去 男孩只要把手放进兜里 就能无限掏出钞票 可这样的事情 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老爸 就在他犹豫时 一个流浪汉过来安慰他 作为答谢 小帅给了他很多钱 虽然流浪汉非常感激他 但认为不能无缘无故 拿别人钱 于是紧跑几步 想把钱还回去 可一不小心 被路过的汽车撞飞 甩到66米外的草堆里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 为了表示歉意 在流浪汉出院时 用自己30米的比亚迪去接他 从没坐过如此豪车的流浪汉 非常激动 下车后 又把他带到五星级酒店 狠狠体验了把富豪的奢侈生活 当紧人回家时觉得帮助别人非常开心 路上他们又遇到很多流浪汉和乞讨的孩子 于是小帅决定用自己的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他们从网上查到 非洲那边非常缺水 甚至孩子都没机会上学 黑妹都会一一记下地址 随后小帅开始不停地从口袋里掏出钞票 黑妹把钱装进袋子里 用匿名的方式把爱心寄了出去 可他们还没意识到一场危险正悄然逼近 银行通过盘点发现 大量钞票不翼而飞 而监控却没看到任何人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警察也很无奈 另一边 黑帮老大正在寻找小帅 因为那条神奇裤子是他们先发现的 可在回去的路上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裤子被丢到垃圾桶旁边 恰好被小帅捡走 晚上小帅跟老爸看电视时 新闻里正播放银行钞票神秘失踪的事 这下他彻底慌了 于是把裤子的事告诉了大壮 不过大壮根本不信 可看着儿子不停地掏出钞票 大壮也慌了 觉得这条裤子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果然男人的第六感都非常准 就在他们睡觉时 黑帮找上门来 并抓走了大壮 小帅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溜了出来 逃出去的小帅 找朋友商量对策 决定用裤子赎人 与此同时 警察通过监控发现 小帅他们最近出手阔绰 而之前还都是穷屌丝 于是把他定为嫌疑人 黑帮老大很快联系上小帅 要求他交出神奇裤子 不然就杀了大壮 没有办法 他们来到指定地点后 白毛很够义气的 想出去试探一下 不料被黑帮直接带走 小帅通过手机定位 查到了白毛的位置 可自己根本救不出人来 于是又去找流浪汉帮忙 让他开车一起营救大壮 可没想到警察在抓捕小帅 还挡住了去路 只见流浪汉一个365度飘以后 就逃进了小路 他让小帅先跑 然后自己开车引开警察 两人走了半天 终于来到黑帮基地 黑妹比较机灵 把汽油浇在裤子上 当交换人质时 用裤子威胁黑帮老大 先放了大壮 否则就烧掉裤子 见此情形 黑老大只好妥协 让手下把两人带出来 然后让小帅把裤子拿过去 一手浇人 一手浇裤子 小帅让大壮先行离开 他扔下裤子 转身想走 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哪玩得过黑帮老大 人家根本没打算放他们走 就在此刻流浪汉出现 只见他一个神龙白尾 就把几人撞倒在地 小帅趁此机会 抢过裤子上车就跑 黑帮众人紧追不舍 拿起AK开始扫射 流浪汉不幸中枪 汽车失去控制 撞到沙堆上 他们只能下车逃跑 躲到一个炼钢场里 黑帮此时也追了上来 封死所有出去的路 眼看黑帮老大一步步靠近 小帅伸出手臂 开始威胁他 说如果再靠近 就把裤子扔到炉子里 与此同时大壮赶来 跟黑老大展开搏斗 可他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被压倒在地 危机时刻 小帅捡起枪 对准了黑老大 把裤子扔给了大壮 此时的黑老大还想去夺枪 正在这时 警察终于赶了过来 还要求带走神奇裤子 可大壮直接把裤子扔了下去 因为他给儿子带来太多危险 还差点丢了性命 他不想让裤子存在世上 阔害其他人 一场裤子争夺战 就这样结束了 小帅虽然违反了法律 但也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帮助了无数贫困的非洲儿童 让他们有水河 有雪上 最终小帅一家被无碎释放 如果你有一条 这样神奇的裤子 最想买什么呢